第26题,下图为单色光线于暗示中,在ABC三种透明介质中进行的路径示意图,请问此单色光线在这三种介质的速率大小关系为何? 这是要用到我们的折射定律第二点,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较大的,代表光速会比较快,我们从最左边图看出来,我们的折射角是A大于B,所以光速是A大于B。 而中间这张图也可以知道,折射角是A大于C,所以光速是A大于C。最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,我们的折射角是B大于C,所以光速是B大于C。 那么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,光速快慢是A大于B大于C。因此,第26题问我们说,请问此单色光线在这三种介质的速率大小关系为何? 我们答案选择是A,A大于B大于C。